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时间有关系 大家知道25号这天 已经中共的组织部宣布拿下李东升 从20号晚上7点45分宣布对他调查 那是星期五晚上7点45分 在网站上贴出一条宣布调查 因为他违法违纪 没腐败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在罪名当中可没腐败 搞女人根本就不算 那就那么回事 对不对 真的 我说句难听话 搞女人就那么回事 这个党的生存的必须条件 所以那个东西就另外一回事 但是违法违纪 单纯说这个罪名是很特别的 星期五晚上7点多宣布调查 过了一个周末 在赶上西方的圣诞节平安夜 结果在圣诞节这一天 25号说调查完毕 免职 这工作效率 见过吗 就过一周末还休息两天 然后就给他干掉 调查清楚了 这是有备而来 这是整个李东升这件事情呢 说明今天的中共上层呢 早已经准备到了底了 只不过选在这个时候 咔嚓 下了刀了 而李东升咔嚓这件事情的前提呢 前面呢 是被江泽民 我直接就这么说了 咱别点名 被江泽民曾庆红直接掌控的 海外的中文媒体放料说 在这个周末或者这个星期初 将公布周末康被干掉的结果 媒体周末康改了 改成李东升了 杀 一点血都没看着 刀太快 杀完之后 大概在六个小时左右 海外三家被江泽民 曾庆红影响的中文媒体 登出文章说 江泽民跟今天的习总 有多么的好 非常斗根 跟你说 斗根 就跟那个小孩七八岁 我觉得就有点像这个金三 杀完他姑父之后六神无主 就那镜头一样 登出那样的文章 在我看来就说 不仅仅是此地乌银三百两了 就是死神 死神已经敲了曾庆红 江泽民他们家门了 他们也听见敲门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屋里嗷嗷叫 嚷救人 也想不出招来 很有意思 真的很有意思 而李东升被拿出来 他的职位 官位 排位 这是所有人都很吃惊的 把610办公室 中央 什么防范 什么处理 邪教小组的 这个副组长 办公室主任的头衔 放在第一个 然后是公安部 党委的副书记 然后是公安部 副部长 犯有严重的 违法违纪的错误 这样的排序 是极其不正常的排序 而又非常明确的 指出方向 海外有一个评论的朋友 原来应该是在 中国司法界任职的人 应该叫赵志远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我昨天听过他一段录音 短的录音 他对这件事情的分析 大概有六点看法 我觉得他的看得非常 我个人认为了 相当不错 这个相当的精准 就是他提到了 这样的排序 是极其不正常 而且明确讲 拿掉李东升的人 要向所有人宣布 针对610的职责下手 针对610从1999年6月10号迫害开始的 过来的这十多年 所被掩盖的真相 所做的事情将公布于世 因为被拿掉的 是610办公室的正差 对吧 就像政法委书记 郑永康被拿掉 那叫正差 政法委现在是啥 对不对 是一样的 拿掉的是正直 而碰了610 就必须提到法轮功 因为610的存在 是直接迫害法轮功 他拥有权力动用国家 所有机器 所有财产 所有人力物力 来完成当年江泽民的职业 所以这个意义就太特别了 针对李东升的职责 他的职务 当时我听赵志远录音讲说 李东升对外很愿意说 他是公安部副部长 为什么呢 这是正经八百国家的职务 公安部副部长 名叉 正经八百 你看他穿的警服是03 也就是在整个公安系统 他是做的那把交椅是第三位 那没把公安部部长 副部长的职位放在前头 这就是不正常的环境 如果按照中共党务系统来讲 应该把他党委副书记的职责放在前头 那也是这么回事 也没有偏偏突出610办公室主任 那如果碰了法轮功 就直接碰了江泽民整体的集团 江泽民这一 他从六四 踩着六四的学生的鞋上来 他没干别的事 就他紧接着十年之后 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立在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基础上 形成了完整的这十多年中共的体制 整个官场上的人脉 都是建立在这之上 而在建立在这个之上的一个最特别的机构 就是610 所以我们才看到 在星期五晚上干掉李东升之后 引起的反响 就是被江泽民控制的媒体 找不着北了 脑袋被砍了 他能找着北 对不对 还得转圈 360度一转圈就晕了 确实晕了 抽羊角疯一样的 连续出了几篇文章之后 鸭雀无声了 没反应了 他不知道说什么了 老江今天真成了 真的成了 这个 是那么回事了 是那么回事了 有朋友说 石头你说了几回 江泽民要死要死 他怎么还没死呢 作为真正罪恶之首 真的 在我的看法当中 一定透过他 在人间的被审判 很可能啊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在人间的被审判 来彰显人性与佛法和道德的威严 让人们看到在过去的时间里 有这么一个长着人一样的东西 但他不做人事 在整个过程当中 对人 今天普通中国人 人性一面与道德一面 所犯下的罪恶 让知道真相的朋友 得以反思 做人应该有的道理 我自己认为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个人的看法 纯属个人的看法 应该说揭开了这一幕 因为李东升的 他的生涯的过程 就是助纣为虐 欺骗所有人的过程 为了江泽民自己的意愿 对吧 是只癞蛤蟆 四条腿给包了皮了 是浇盐吃 还是炸着吃 有点意思 还是BBQ 那为什么我说李东升这件事情很关键呢 这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所认的职位 以及在他认职期间 所触及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 马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5,000 years of Chinese music and dance 他说海外党媒了 揭秘李东升 攀附周永康内幕 但我们只是借助这篇文章 我并不是跟大家要分享这篇完整的文章 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李东升在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之前 履历多引不表 但是实际上 李东升在中央电视台任职时间最长 7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这是正经八百的专业 我看到另外一个朋友讲 他实际是个摄影记者 你记住他是学摄影的 摄影记者 历任新闻部时政组的副组长 政治文化部的副主任 新闻采访部的副主任 新闻中心的主任和副台长 这是非常关键的 据称他曾经长期从事中共和国家 重大政治式活动的采访任务 参加过中共十二大 十四大 十五大 邓小平逝世 香港回归等一系列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 在央视担任副台长期间 他主创并且主管焦点访谈等新闻评论节目 并专私中共高层的访谈节目 完了 我们主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 焦点访谈是他主创 而他自己是新闻摄影的专业 学新闻的 而在中央电视台 他主管新闻中心 他身为副台长 今年是十二年 我跟大家说过 过去的一百年的十二年 出的大事情 跟整个国际社会相关 跟共产党有关 上一个蛇年 2001年 人们意识到的是说911事件 但是在2001年的过小年的那天 晚上下午三点多 就是所谓的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事件 三点钟出的是六点多焦点访谈 七点钟新闻联播 整体的新闻报道大规模的播出去 而在中文播出之前 英文频道 中央电视台的英文频道 就已经向全世界播出了 而当时所采用的 所谓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在摄影方面是非常讲究的 有广角 有大场面 有中景 有近镜头 有特写 有那个女人 点声火 武警警察救火的场面 和包括警察打死她的场面 有那个男人坐在那儿 坐在地下 喊着口号 等口号喊完之后 然后要把自己点着的场面 然后后面有警察拿着灭火毯 要给她灭火 在那儿晃晃悠悠的场面 都有 你说得有多少台摄影机在现场 在当时有两家西方媒体在现场 美联社 CNN 而两个人拍摄的东西 全都被干掉 当时把胶卷给撤掉 对比今年 有一辆奔驰SUV 白色的新疆人 夫妇俩带着老妈 从南池子出来 奔驰了500米 来到了金水桥 撞车 炸了 看不见电视 没有中警 没有远警 没有特写 没有特效 没有现场的警察 没有便衣 没有武警 没有灭火器 没有灭火毯 这就是我跟大家提出的问题 而当时 是李东升主管着焦点访谈 主管着中央电视台的 整体的新闻中心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们可以断定 李东升 在我们看到的 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当中 是他自己主控导演的 为罗干 为周永康 为江泽民 曾庆红服务的 那样官位的人 不在这个集团当中 深入到最核心位置的人 是不会后面使得这些高官 对他信任的 把媳妇 原来的媳妇干掉 娶了个新媳妇 中央电视台的 这些人是一起扛过枪 一起下过枪 一起嫖过昌 一起吃豆腐的 对不 但是 关键的问题是 李东升自己知道 在天安门 十二年前 那一个蛇年 那一个小年里面 那年没有大年三十 十二十九 整个所谓天安门 自焚事件的真相 在他嘴里面 而那件事情 是造成今天 众多的 全世界众多的普通人 对法轮功的误解 仇恨 偏见 不接受 都与那件事情 直接相关 所以在今天的中共上层 直接拿掉 李东升 没涉及腐败 涉及到违法违纪 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 我们曾经跟大家呼吁过 对吧 要把真相给所有的人 他的履历 李东升的履历 就验证了这一面 那是2001年 发生的事情 2002年 他升任中宣部副部长 同年周永康到 北京任职公安部长 兼政治局委员 而也就在同年 做死了胡锦涛 张万年 在政治局会议上 向胡锦涛发难 胡锦涛一软弹 江泽民留任军委主席两年 而2002年 开始了全国范围内器官移植的广告 首先出现大规模肾脏移植的 是天津无警总院 无警总院 是归政法委体系管的 有两个问题 我们将触及到法轮功的问题 一个是天安门自分 一个是活摘器官 所以今天 李东升被拿下 有关天安门自分事件 我们相信 我们希望 今天的当权者 有责任功不于众 因为他欺骗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打开了另外一面 活摘法轮功学院器官 这样的罪恶 不是人 连畜生都不是 他展现出来的是魔鬼在人间的表现 一边的残暴 另一边的淫荡 在贩卖器官 制造伪案 欺骗所有人的过程中 他在中央电视台搞女人 卖女人 送女人 党的辉煌 过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国崛起的辉煌 也是在他买女人 送女人 活摘器官的过程中 发生着 而更多的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根本不愿意听真相 这是现实 今天是2013年 12月26号 毛泽东诞辰的日子 对吧 没两天就翻篇了 过去了 那应该讲呢 这件事情呢 也就促使成未来的事情 会有时间 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你作为普通的人呢 作为很多在政治上 新闻上 有一些说法的人呢 在针对这件事情上 我不认为他会有机会 能分析的到位 因为他也被李东升 所操控的天安门自焚 类似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所欺骗了 当从根上被欺骗之后 你后来在分析的东西 不就是狗熊掰棒的 瞎掰尾 对吧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讲 有限的时间很短了 因为李东升被腰斩了 为什么让你退党 退团退队 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 李东升这件事情 被这样的方式而拿下 相信我说过那话 顺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成 逆天一而为之 怎么做都不成 而法轮功本身是佛法修行 你可以不信 但你的不信 不代表他的不是 刚刚发生的事情 那么有钱的人 在三年前 为了自己的生意 把人家的寺院给占了 引进女人做事情 所谓的桑拿 对吧 世面而混的 知道桑拿是什么东西 在过去不长的时间 结果遭遇不测 自己的事 你可以不信 但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在李东升这件事情的 真相揭示之前 退党退团退队 对于今天中国社会的 每一个人 是仅存下的 绝妙的 救自己灵魂的机会 一定不会很差 知道真相是福分 知道真相是我们每一个人 与天地同在的尊严 我们有权利 知道真相 今天我有权利的人 有责任把真相 告诉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在今天现实人的生活 的环境当中 决定了未来的一切 我们灵魂的一切 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这么走下去 是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恢复中华民族 真正的中国人的尊严 与传统 所以我才讲 围绕着李东升这件事情 我们做这期节目 是跟大家强调 这样的重要性 其实我相信他 身居610办公室副主任 中宣部副部长 一直到后来610办公室主任的话 有关活摘的内容 他一定知道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